久等啦各位 今天呢我们继续用闪电门的速度 说完浩兰转1到62集的全部内容 我们开始吧 事情发生在赵国 女主角李浩兰脾气爆不好惹 和所有的女主角一样 她有一个凄惨的家庭背景 有一个后妈 咱们都知道 后妈这个词一出来 在电视剧里都不会是什么好的解读 所以她的后妈就理所当然的 杀掉浩兰亲妈抢走浩兰父亲 生了个恶毒的女儿 抢走浩兰初恋 最后还把浩兰卖给了人贩子 幸好 浩兰的独特气质 在一群被拐卖的妇女中脱颖而出 被商人吕不韦看中 给买到自己家里悉心照亮 过程中 她发现李浩兰极为聪明 拥有琴琴术画的完整技能 吕不韦暗想 这个人一定能帮助自己完成大业 吕不韦这个人呢 虽然富甲一方 但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 他一直想靠自己的努力 获得更多的权势 进言巧合之下 吕不韦结识了 正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国王孙一人 这个秦王孙气质十分独特 连赵国高高在上的公主哑都想嫁给他 一人在赵国受尽屈辱 吕不韦看出他绝非持终之物 决定帮他获得远大的虔诚 于是 想回国的秦王孙一人 想要权力的吕不韦 想证明自己的李浩兰 三人一拍即合 组成王炸组合 较三分 问你要不要得起 为了更好的逃跑 三人先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得更好 吕不韦受赵王器中当了个小官 浩兰被王后看中 受到身边做了个女官 一人被公主哑看中 公主哑多次救他性命 尽管都做得不错 但他们仨的逃亡之旅 还是非常的不顺利 逃跑了得有十来回 跑了38级都没成功 如果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那王炸组合的母亲们 可以绕地球一周了 就连吕不韦想带着李浩兰私奔 也没成功 吕不韦的父亲临死前叫他发誓 一定要光宗耀祖 不为女人而毁掉自己的前程 吕不韦只好答应 他跟浩兰的爱情小火苗 还没怎么燃起来就熄灭了 而一人趁机对浩兰表明心意 用默默的关注和保护 一点一点符合浩兰的心 既然游戏这么难通关 那就先解决一下 本关里的小反派恋恋集 过程中浩兰结识了 刀子嘴豆腐心的医师殷小春 两个人成为闺蜜 王炸组合加一个殷小春 四个人先后干掉了 几乎在赵国出场戏份较多的 所有人物 发便能发大手软 此时赵国遭遇秦国的进攻 赵王打不过 只好派吕不韦去秦国和谈 没想到 吕不韦竟然死在了路上 浩兰伤心过度 是一人在身边悉心的照顾 才帮浩兰渡过难关 公主亚看了很生气 于是诬陷浩兰和侍卫私通 幸好一人及时赶到 将计就计 说跟浩兰私通的是我 我俩正准没结婚呢 于是霸道迎娶浩兰 公主亚非常伤心 发誓早晚有一天 也要让一人尝尝这种痛 其实吕不韦并没有死 他早有防备 偷偷的到达秦国 还在秦国各种周旋 更是说服当时最有权势的女人 华阳夫人 收一人为儿子 并准备接一人回国 打电好一切 吕不韦回到赵国 发现浩兰与一人情投意合 甚至怀上了一人的孩子 只能暂时的放弃浩兰 秦国大军压境 一人被吊在城楼上做人质 眼看赵国要灭亡了 浩兰一个弱女子竟然有办法 帮赵国击退秦军 救了一人性命 竟然还在殷小春的帮助下 在战火纷纷的城楼上 顺便生了个孩子 取名正儿 赵国这一集终于通关了 吕不韦带着一人 先进入下一关 秦国 而浩兰暂时留在赵国 细心培养儿子 等着一人来接他 谁知道 这一等就等了八年 一人那边 由于离开秦国太久 根基不稳 只能适时听从华阳夫人的 为了讨华阳夫人开心 她改名叫紫楚 还收了华阳夫人 给她的一堆美女妻妾 其中有一个叫斯罗的 甚至给紫楚生了个儿子 公主亚竟然也是 阴婚不散的来到秦国 还嫁给了秦王的 另一个儿子紫西 帮助紫西处处跟紫楚对着干 紫楚跟吕不韦 毕竟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两个冷静聪明又城府 极致的赴黑男多方周旋 最终吕不韦帮助紫楚 荣登王位成为新秦王 吕不韦也心愿得偿 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 浩兰母子也终于被接了过来 可能是编剧感念观众们 看官场全谋戏份太久了 下面演了好久 浩兰到秦国之后 婆媳之间的乱七八糟 甚至还有公斗 为了节省时间 此处省略一万字 反正最后就是 紫楚散尽了所有妻妾 唯独留下了斯罗 华阳夫人被剥夺了权力 雅儿的丈夫紫西死了 她孤身一人 也不放弃对紫楚的复仇 与华阳夫人和斯罗走在一起 三个女人一台戏 组成戏精组合 想模仿当年的王炸组合 C位出道 紫楚为什么要留下斯罗呢 原来她知道 斯罗和华阳夫人是同族 势力强大 她想找个机会 把这个组合连根拔起 她先假装对斯罗好 给斯罗很多犯错误的机会 那斯罗也不辜负她的期望 做了很多坏事 比如给紫楚下毒 偷秦国虎服 胁迫紫楚的生母等等 最终当斯罗以为大权在握 让人起兵造反的时候 紫楚抓住把柄 把这帮坏语人全干掉了 可惜 紫楚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被灌药 自己的身体也快不行了 在我以为 坏人死尽天下太平的时候 紫楚也死了 她死前为儿子嬴政铲除政敌 铺平道路 为嬴政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王炸组合就这么解散了 幸好浩兰还有吕不韦 多次暗中保护她 可是浩兰的儿子嬴政还年轻 登记之后发现自己镇不住吕不韦 所有的政务也无权过问 自己像傀儡一样 再有 她听到谣言说 吕不韦和自己的母亲 有着不可描述的关系 很恨吕不韦 还有个人更让嬴政生气 那就是一个叫落矮的年轻人 她得到李浩兰的重用 接连被提拔 于是群臣也在传 浩兰跟落矮也有一腿 落矮仗着浩兰的宠爱 作用上千门客 还想着废掉嬴政自己掌握大权 并且梦想着跟浩兰做夫妻 吕不韦知道了也很生气 设计除掉落矮 欲绑相争渔翁得利 在吕不韦刚刚除掉落矮之后 自己也被抓了起来 最终吕不韦被罢免了所有的职位 回到自己的封地养老 后来嬴政才明白 自己的母亲浩兰知道吕不韦功高震主 也知道落矮要乱政 于是故意设计让两个人互相争斗 好让嬴政顺利的除掉 这两个对她威胁最大的人 吕不韦本是浩兰最信任的人 和她的儿子浩兰还是很心的把她舍弃了 吕不韦临走前送给李浩兰一个明珠 那颗明珠是两人当年第一次见面时 吕不韦买下的珠子 最最最后 吕不韦引毒自尽 而浩兰死后与子楚合葬在一起 浩兰传追完了 里面的角色除了李浩兰这个人民币玩家 人设完美之外 其他的人物都比较饱满 所有的人物都各有优缺点 没有所谓的完美情人 坏人也都有自己的苦衷 不过网民们还是怒给此剧打了4.8分不及格 我看了一下 都是在说这部剧给赵姬喜白难以接受 我感觉吧 这事是这样的 首先我从来也没把鱼妈的剧当历史证据看 所以对历史的还原度本来就期待不高 再有 过去的皇上 有权势的男人们 不都是一堆三妻四妾的吗 大家看了也都没什么问题 为什么一个女人多了几个伴侣 大家的反应就这么大呢 算了 男女平等的问题闪电在这里就不跟大家讨论了 闪电最后还是想说 被毛子俊圈粉了 有没有 那小眼神 那内心戏 有的闪电疯狂比心 我百度了一下 他还不是专科出身 之前跟大秘密跟杨子跟赵丽颖都打过戏 就是没火 这次终于火了 恭喜毛子俊 这说明是今次总会发光的 毛子俊这碗鸡汤我先干为敬 好啦 这部片子先说到这儿吧 你们还想看什么呢 欢迎给我留言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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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